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自己给大家分享的一个VPN是我自己搭的 我们先看一下吧 我们先测试一下 这我现在是就是我本地的了一个服务器 我现在是可以登的 很快的 谷歌是没问题 我看一下YouTube 也是很快 可以登了 我们随便看一个视频 随便开一个 但是不能呃 由于那个怕那个叫什么侵权啊 我还是不能走放了 呃 这个看了没有 大家看下速度 今天教大家学习 好 呃 这个就关了 先不看了 呃 怕那个人家说我那个侵权 然后直接讲正题吧 呃 这个VPN是我自己搭的 呃 这个梯子也是 然后给大家免费使用吧 呃 速度化 呃 我自己用是很快的 刚刚看到十多万kb 然后可能用的人多了 可能就会卡 呃 这边呃 为什么我不分享啊 SSR形式呢 因为SSR他们那个或者其他形式 他们都要下载客户端 然后我用VPN的话 大家就可以直接直接用了 呃 然后这些参数 VPN的参数的话 呃 我到时候会呃 发给大家 呃 然后 呃 就是大家加我的微 呃 微信公众号吧 方便大家加我呃 方便下载 呃 就是大家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呃 小强club 或扫这个二维码 直接加入 呃 然后我 为了防止他们恶意的 呃 使用吧 我定期的隔 隔三差五 会呃 修改一下 那个 就是VPN的密码 呃 其他参数不变 只修改密码 呃 大家到时候 呃 去那个 那个 叫什么 去我的公 呃 微信公众号里面 直接回复 密码就可以了 如果你登不上的话 你直接回复密码 然后其他的参数的话 我会 呃 放在一个文本里面 大家看一下 基础的参数不变 我只会修改密码 然后 那个 参 呃 就是基础的参数的话 大家 呃 回复参数就可以了 啊 就回复参数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基础的参数 然后回复密码 以后 只要 呃 我只更改密码 其他的参数不变 是大家 呃 如果上不了 呃 回复密码 就可以 可以了 然后后面 我 呃 这件 呃 教大家一下 呃 怎么连吧 呃 就是 手机也可以 呃 任何 呃 电子 有 vpn 的都行 我们电脑 我是win10 我教大家连一下 呃 win10 很简单 这边就有一个 vpn 看到没有 然后 这边这些创建 好 这边就选择就行了 啊 我的这个类型是这个类型的 ipsc sec 然后大家填入相应的信息就可以了 呃 连 然后我这边 刚刚前面还讲了 呃 它是可以去广告的 啊 我这边重点用我的手机来演示吧 好 我打开投屏工具 啊 就这个工具了 这个工具原先我视频里面也有讲的 大家也可以 看一下 看一下 大家我先连一下手机 稍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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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 呃 已经连上了 呃 然后现在我们要测试就是科学上网 首先我们要登录 呃 手机 我现在大家如果不会登的话 大家去百度 或者是什么时候 搜索搜索搜索一下 呃 比如苹果手机怎么登录 vpn 呃 说安卓手机怎么登 什么win7win10怎么登 大家一搜就有了 我这边就不呃 一一讲了 我呃 我这个是安卓手机跟大家讲一下 啊 首先点一般点设置里面 然后我的这个是呃 呃 是三星的手机 好 选到最下面更多连接 然后后面这边有个vpn 呃 好 大家这边添加就行了 我这边已经登录了 呃 灯这个姓名是随便随便设置的 重点是在这里 我的类型是这个呃 呃 第一个类型 我看一下 应该是第一个类型 对 就是第一个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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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tb 或者 那个 那个 ips 1c 我是 ips 1c 选这个 呃 然后 选择这个的话 呃 稍等啊 呃 这里之后 然后这些参数大家都会有 呃 我直接用我这个演示吧 呃 名字随便随便呃 自己设定 然后这个类型一定要对 然后服务器这些地址这些 呃 就是这个了 大家会告诉你 然后密钥 密钥也会 我会给大家 然后用户名什么东西的 呃 我会搞 我到时候给大家填一下 然后大家就可以登录了 我现在登录给大家看一下啊 呃 我连接一下 好 稍等 连接一下 我跟大家测试一下上网 好 我还有一个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呃 连了vpn 之后 呃 尽量用谷歌的 呃 你看我的 这个也是用谷歌 然后 那个 手机最好 那个 手机应该影响小点 主要是电脑 呃 最好用谷歌的浏览器 或者其他浏览器 360 经常的 你其实已经连上了 但是 呃 连不上 我这连得上 对不对 然后 呃 还有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最好不要去 呃 bt 下载 行吧 啊 我这个流量也有限的 也是要花钱的 呃 希望大家最好还是省着点用 好不好 呃 谢谢大家 嗯 然后 这个 我们现在刚刚已经连接了啊 我已经把这个vpn连上了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网 呃 谷歌 很快的 youtube 啊 也是很快的 呃 视频我就不点了 因为怕侵权 然后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他这个vpn 我不仅跟大家 呃 设置了这个科学上网 还重要的是 他有 呃 广告过滤过呢 呃 大家可以打开这些应用 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屏蔽的 啊 比如我先打开一个 叫什么 呃 呃 呃 这个叫什么 腾讯 好 大家看一下 啊 我这个 这个是没 不是 vip 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 vip 啊 啊 然后我随便看一个 是没有广告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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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后面我看一下 换一个吧 换这个 这个 呃 我跟大家看一下 也是没有广告的 不知道 也是不是 vip 给大家看一下 我随便看一个 也是没有 也是没有广告的 好 然后后面最后是一个吧 这个 你就会看得更清晰了 芒果 tv 大家就会看到过滤的比较那种 明显 广告过滤 再看一下 看了没 63秒 48秒 42秒 28秒 13秒 看了没有 他就直接就过滤掉了 嗯 好 广告就过了 我再看一个 好 这个也是没有广告的 好 这些测试 我就放在这边 我这个断开手机吧 啊 手机断开吧 啊 啊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 效果还是不错的 呃 大家珍惜的用吧 呃 呃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 这个我也是自己花钱而弄的 只是说 呃 分享给大家用一下 大家还是最好不要说去示意恶意的下载 好 下 bt 下载什么东西啊 大家还是说平时的观看 呃 这个都没事 啊 不要恶意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好吧 然后 那个为了防止他们 恶意的下载什么东西 我会定期的 把这些密码改掉 呃 大家加我的 还是那那句话 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后面 回复关键字 密码 然后后面我就会 你就会就会得到最新的密码了 然后那个 呃 配置文件的话 大家就 呃 刚刚我说的是什么来着 呃 就是反正我刚刚说的那个配置文件吧 大家去下一下就可以了 配置文件 好 那呃 呃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我 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